上午呢 刚把地退掉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赶往茉莉老家了 今天去他老家会见到 茉莉 家里的直近亲属 我也不知道为何 此时此刻呢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 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事情已经赶到这里了 鸭子上架 硬着头皮 也得把这点路 走完 做好 我们呢 现在正在去往茉莉老家的路上 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咖啡厅 在这里呢 吃了点快餐 休息一下 一会儿呢 再出发 小美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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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手机 等一下 我带你出去 办点试巧 谁也别告诉 特别是茉莉 啊 好的新鲜吗 是的 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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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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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呢 帮我处理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用尽全力了 我也比较了解 茉莉的信仰 给他钱呢 他不会要 买礼物 花钱太多 他也不舍得 所以呢我让小美把礼物买好 手机 小美接下来帮我找个商店 给叔叔阿姨买些礼物 OK 那刚才在路上怎么不买 你不懂 你现在直接找商店就行 好的 但是我还没有关系这些地方 我会帮你去旁边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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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这里也不熟 小美说的也对 先开着摩托车呢 转一圈看看都有卖什么的 go 开这个还是开那个 这个是茉莉的摩托车 这个是小美的摩托车 他们越南女孩呢上街上啊都裹着床单 干梦 我们转了有一会儿了啊 终于发现一家差不多点的这个水果摊味 因为呢 莫莉她家也是农村的 我们呢在这个半路当中啊 所以说卖礼品的比较少 我先让小美 买点进口水果 随后呢再买点其他礼品 这里 小美 手机 手机 小美 先买一些进口的越南不生产的水果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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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听我的就好 越南生产的叔叔阿姨应该也经常吃 没什么新意 小美 听我的就好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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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买什么? 您在那里买什么? 蘋果,葡萄和梨 一样,来点 好的,OK 好 姐姐 你多少钱? 25,25 这个也是35 这个是60 70 35,000 我给你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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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不生产种地 都是进口过来 所以呢 相对来讲,比中国卖的要贵很多 苹果,越南有它 他们越南这边买东西称重 都是以收集 作为集团单位 这个是贵一点 65,000 65,000 65,000 相当于人免费 是不到20块钱 一斤呢,合十块钱吧 虽然三斤呢 越南特别增长 但是大派的就是很强 这个应该是皮子吧 皮子 7万一共最二十一 这个皮子是最贵的 总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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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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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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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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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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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6 当大哥给我们选好了之后 他会帮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会让我们厂里边的果肉 如果果肉不新鲜或有坏掉的 我们可以把榴莲给退掉 重新再选一个 这个很大 OK 多少公斤 多少公斤 让大哥称一下重量 看看榴莲多少公斤 大哥挺实惠的 也挺实在的 因为啥呢 因为我看满车榴莲只有个头最大 所以说他拿个最大的 8将8嗨 不到4公斤 也就是4832 32万 就相当于人民币将近100多块钱 你们认为越南榴莲价格 贵还是便宜 OK 看看 打开 咱们看一下卖榴莲大哥 这个技术手法 开榴莲的手法技术怎么样 可以安安一点点 我们尝尝果肉看看有没有坏 OK OK 长一点 我弄安 你安 上面安 OK吗 OK OK 就OK 大哥卖榴莲卖了多久了 太厉害了 没 consegu许多久了 所以已经做了 你都做了 3年了 好 你买得多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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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做了 6日了 6 6 6年了 大哥说他专业卖榴莲 卖了6年了 咱们看看果肉饱满不饱满 越南的榴莲也有猫三王 也有金枕榴莲 他应该属于金枕榴莲 还有越南本地的一个品牌 一个品种 他们越南本地的品种 要吃的口感要好很多 反而猫三王和金枕榴莲 泰国那边比较粗重一点 在这边买的呢 一般口感没有泰国那边好 还有肉啊 干了一盒了 干了一盒了 哇 大哥 very good的 很实在 帮我们选的这个果实很好啊 很饱满 还有一房 还有一房肉啊 每一房 每房肉都很好啊 大哥的榴莲很好 下次还会过来购买支持你生意 谢谢 谢谢 大哥很热情啊 这老板卖榴莲都发财了 看到没有 大金链的 插个小手表 现在呢 越南啊 也有中秋节 所以呢 在越南街头上呢 我们很幸运啊 能有一个卖月饼的一家店铺啊 可以说呢 临近这个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啊 越南的很多节日呢 和中国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月饼是啥售卖的 啊 啊 包牛顶 啊 啊 啊 去 我问这个月饼 啊 看这个月饼 啊 我问你这个月饼 啊 这些月饼 啊 啊 75 啊 啊 啊 7万 啊 啊 啊 这和人民币呢 相当于是22块5毛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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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有礼盒包装吗 礼盒包装免费吗 一盒可以装几块月饼 大的是四个小的是两个 那我们要两盒大的 ok 但是呢我认为啊越南那边月饼卖的 不比咱们中国便宜 但是呢他这个礼盒包装呢就过于简大了在中国买月饼那个包装盒很漂亮的很大气的是吧 啊但是呢咱们就入乡随俗吧 呃一块是七万五 每盒是四个对吗 啊三十万 ok 越南那个实际啊是最热的实际啊应该消美 出了很多汗 今天 表现很好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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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你也慢点开 别着急 车很多 拜拜 拜拜 学姐 熟悉东西咱们走了 走了 OK了 Let's go 小米说 在外面不见了 让我见到你们 卡路 小米 我希望你能不能够 我希望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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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绝对 你能够多久 你能够多久 你们是真厉害,出去上个厕所这么久 哦,这附近没有车厨啊 没有,没有车厨 你们可以离开现在吗? 那现在你们已经走了吗? 嗯...OK 人家都进屋了 茉莉他们 你在这干啥呢 喂 你看那个芭蕉花大不大 大 你脸都大 越南农村啊 这屋子是很好的 这一树都是芭蕉树 刚才呢 我们开摩托车 一个小时 也刚到茉莉老家 我现在呢 平时啊 眼皮很厚的一个人 突然到他家门口了 我都不敢进去 有点紧张 浑身都在打多数打菜 师傅我知道为啥 因为你曾经见越南丈母娘见的太多了 你落下病根了 这病咋子 心病就要心医 你成家结个婚就没事了 滚 不是吧 我这个人这一辈子就四个单身 这就是茉莉的老家 这个房子还有院子 越南那边无论是农村呢 还是城里 他们呢 这个都没有院墙的 就拿这个铁丝呢 随便围了一下 小美和奇奇他们到了 福导福导 来把礼物给你 把水果 我觉得呢 这些礼物还是有点少 主要是我小美出去赚了一大圈 也没有味道什么合适的礼物 那咋整 咱现在已经都到了 实在不行 我往这个窗口还不离啊 再塞点仙剑 啊 当面给呢 确实有点尴尬 那这样也行 你打算塞多少啊 平时呢 茉莉 然后呢 也帮助我很多 少了一不好看 要不然塞个三百万 你对茉莉也挺好的 这都是相互的呗 走走 没被他们家人发现了 多尴尬 你紧张傻 说实话真紧张 有点打菜 把它放在这里的底下吧 这样就没发现了 到时候呢 一拿那个月饼一吃的时候 就能发现问题 好紧张 你又不是第一次 紧张傻 这不是闹下冰根的吗 茉莉啊 那个是茉莉妈妈吗 阿姨的 她们拍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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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我把这事忘了,你瞧我这脑子 这水果呢,让小妹买了,等下给奶奶吃吧 我会被捕了,然后我会把这检计给奶奶的带来给奶奶 我将鸟赶在外面的带来给奶奶 你不太得了,不太说我会购买了 你会购买了多少钱? 我会购买了多少钱 我会购买了多少钱 不说这个事 第一次来你家 总不能空手来 这次给我配个例 下次我注意 奶奶越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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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妹妹的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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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拿水 你先休息一下 我会拿水 我给你们到水 你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好的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茉莉家了 茉莉呢先让大家休息一下 下期视频呢 茉莉带我们去看地 同时呢下期视频我也会带大家 看看茉莉家这个村的田间地头 美丽风景